全球现场来看 2021年1月6号所发生 震惊国际的美国国会大厦暴动的事件 为了调查整体的事件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在13号投票通过 决定向前总统川普发出传票 要他到众议院宣誓作证 而传唤美国前总统川普出面宣誓作证 以确认他在这场的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 是国会两党调查小组至今最大胆的一步 如果川普拒绝可能会面临的是 刑事指控跟监禁 而川普只是透过自己的社群平台质疑 为什么委员会要等到最后一次开会 才要传唤他根本是想要分裂国家 美国发布了国安战略报告当中指出 大陆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挑战 对此大陆外交部也做出了回应 发言人毛林表示大陆反对 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成就的观念 也不赞成渲染地缘冲突 我们反对固守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等成就观念 我们也不赞成渲染地缘冲突 大国竞争 这种做法与当今的时代潮流和国际社会的期待背道而驰 必定不受欢迎 也终将遭到失败 中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促进经济繁荣与发展 肩负着责任 中美两国合则两利 斗则两伤 美方应该秉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原则 把拜登总统的这个四不一无异的表态 落到实处 与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美关系 重回健康稳定的轨道 中国一贯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 我们致力于维护全球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正是一些国家搞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导致国际经贸合作受到阻碍 俄罗斯总统补丁12号 在能源论坛上表示 俄罗斯准备好 经由北溪2号的一条完好的管线 恢复供应天然气给欧洲 但普丁表示 恢复对欧洲供气这件事情 决定于欧盟的反应 并且强调 不会向限价的国家出口能源 尽管普丁提议 在冬季向欧洲恢复工气 但是欧洲国家纷纷的敦促少用俄罗斯能源 德国更是马上的拒绝 透过北溪2号取得天然气的选项 但是俄罗斯的供应量近来大幅的降低 目前欧盟27国无一不受到冲击 天然气的价格甚至于一年前相比 涨了将近90% 也让民众十分的担心 政府将在即将来临的冬季 限电跟停电 俄罗斯总统普丁曾经暗示将要动用核武 而对此欧盟外交部政策负责人 在13号表示 俄罗斯如果是真的对乌克兰发动任何的核子攻击 将会招致西方国家强而有力的回应 届时俄罗斯军队将会被歼灭 俄罗斯军队将会招致西方国家强而强而强 到尽力作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